蜘蛛侠英雄无归爆红后 满围趁热打铁 继续推出奇异博士啊 目前影片预告片已经正式出炉 如果你曾是初代蜘蛛侠中式老粉 你应该能看出来 这部影片的导演是谁 没错 他就是山姆雷米 山姆雷米是第一个拍摄超级英雄系列电影导演 十几年前 他拍摄的蜘蛛侠三部曲 曾火遍全球 虽然蜘蛛侠四筹备了三年没拍成 但是山姆雷米对托比马奎尔的心上 一直没有改变过 即使十几年过去 山姆雷米还是在找一个与托比再去前缘的机会 这一次奇异博士二两人就有很大可能联手 众所周知 托比马奎尔的私生活非常糟糕 他已经穷斗破产的程度 这也是托比为何会接受英雄无归的原因 他太缺钱了 过去托比一直隐居幕后 并没有太多机会在荧幕前漏了 这次英雄无归的热度起来 托比也不介意重新穿起蜘蛛侠战袍 早前 外媒官方已经宣布托比的蜘蛛侠将会加入多元宇宙 最近又有传闻表示 托比马奎尔版蜘蛛侠将加盟奇异博士 继续帮博士处理多元宇宙开启后留下的后患 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观众期待托比的归来 没人可以改变托比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他永远都是那个无法替代的蜘蛛侠 也许荷兰地加菲都很好 但是当托比再次扮演蜘蛛侠的时候 观众很难不支持 一起期待托比的后续发展吧